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城市到处都充斥着浓厚的历史气息 历经千年依旧辉煌 中国最著名的有八大古都 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浮至今 见证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古代著名都城在历史的发展中衰落甚至消失不见 叶城就是其中之一 叶城 古代著名都城 先后作为曹魏 后赵 展魏 前燕 东魏 北齐六朝都城 以指范围包括现在河北临璋县西部和河南省安阳市北部 著名的同阙台就修建在叶城 叶这个名字早在四千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了 其皇宫十七叶城出建 最初建立时范围仅限于河北省临璋县 两汉十七叶城设县 叶城范围扩大 包括现在的临璋 安阳和临州市部分地区 东汉末年 三分天下 叶城以绝对的地理优势受到曹操的侵略 曹操将叶城作为政权中心 并建都叶城 四为叶城建都之时 之后的一个多世纪 叶城先后作为六个朝代的都城 一度发展成为北方最繁华的城市 临璋和安阳都属于古代业地 一般我们说的叶城单指临璋县的叶城遗址 所以临璋县也被称为是三国故地 六朝古都叶城有过如此精彩的过去 圆和现在成为一座不为人知的小仙城 从曹操到北北齐 叶城作为都城和北方的中心城市 一直以来受到重视 发展极为繁荣 北齐灭亡之后 北州并都长安 叶城作为都城的历史结束 但地位依旧重要 阳间篡位之后 为了防止反对自己的叶城总管御持久再次反抗 下令火烧叶城 六朝古都一夕之间成为废墟 在此之前北州古地念佛 叶城作为当时的佛教中心已经受到了重创 火烧叶城之后 叶城彻底衰败 北宋时期 成为叶县的叶城被并入临璋县 并作为其下属阵存在至今 叶城彻底消失在了历史舞台上 辉煌不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